在家里怎么养铁树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铁树应该怎么养 铁树是一种庭院花卉植物 很多人都喜欢摆在自己的大门前 有院子的花友都会摆两盆 震宅又非常的霸气 但很多花友不了解铁树的习性 容易养的缓慢,生长很慢 然后出现黄叶 甚至不到一年就把铁树养死掉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铁树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铁树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铁树 我们来讲它的第一个习性 就是铁树的光照需求 我们在家庭里养铁树 它洗羊还是洗阴呢 很明显铁树一定是一种洗羊之物 在室内养不好 长期缺乏光照呢 会导致它生长缓慢 叶片枯黄落叶 只有在光照充足的条件下才养得好 但是呢 在盛夏季节烈日的时候啊 这个阳光太猛烈 铁树呢 很容易造成了叶片枯黄的问题 尤其是它的小苗耐晒的能力更差 所以啊 在盛夏季节烈日的时候 像中小型盆栽呢 我们一般可以给它遮阴 或者暂时搬到散射光的环境下躲避烈日 除了盛夏季节烈日不晒 其他的季节全部都可以晒 这个就是铁树对光照的习性 好的 下面我们讲它的第二个习性 就是铁树的浇水技巧 那铁树浇水呢 是很怕积水浪根的 因为它是囚禁类的植物 本身含水量较大 积水以后很容易浪根烂球 所以我们给铁树浇水之前啊 最好要观察一下的 它的土壤状态 眼睛能看 用眼睛看 眼睛看的不能确定呢 就用手啊 摸一下它的土 按压一下 如果摸到土壤潮湿 就千万别浇 因为有水还浇水 就很容易让它浪根 但如果我们用手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铁树浇水了 明白吗 采用这种方法 铁树啊 它永远都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每次浇都摸了土 确保缺水才浇水 这就符合铁树的生长习性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铁树对土壤的要求 铁树这个植物啊 整体是不挑土的 什么土都能种 你路边挖的田园土也能种啊 家里的营养土也能种 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如果大家是 田园土种的铁树呢 最好在田园土当中啊 添加20%到30%左右的核沙 这样呢 整个田园土啊 它的透气跟透水能力 会得到大大的增强 更符合铁树根系的习性 那说完土质 再来讲一下酸碱度的问题 铁树是洗酸植物还是洗碱植物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它是洗酸植物 所以我们在家里啊 要注意它土壤的酸碱度 如果它的土壤碱性太强啊 很容易造成它生长缓慢 缓慢 不开花 黄叶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的土壤定期调酸 怎么调呢 很简单 我们在家里呢 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把硫酸亚铁对水吸湿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 给铁树的土壤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土 常年保持酸性 这就符合铁树对土壤的习性 说完土壤 再来讲一下换盆的问题啊 如果你家的铁树 是落地摆的大型盆栽 就不用换了 因为花盆足够大 如果像樱木这样的中小型盆栽呢 我们一般养到一年以上 可以考虑换一次花盆 因为这个时期啊 根系已经长满了 那花盆换盆的时候呢 还有两个技巧 大家要注意 第一个啊 换盆之前 观察它原来用什么土种的 你换盆就尽可能选同样的土 或者土只接近的土来换 这样方便它浮盆 那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如果原来的花盆很小 不要一次性换太大的花盆 否则花盆太大 土壤太多 很容易蒙根和浪根 好了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铁树 对透气性的要求 和修剪的技巧 那铁树这个植物呢 整体上对透气性要求啊 没有那么高 哪怕你环境通风差一点 对铁树来说影响都不大 但是呢 它是喜欢开放环境的 你能在开放阳台养 尽量的开放阳台 但如果你家里真的通风性特别差 养了铁树 那么一定要注意啊 在每次给铁树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盆内的接水就蒸发的快 不容易出现浪根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铁树的修剪 铁树这个植物呢 我们正常养护下 一般都不怎么需要修剪的 只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如果它的叶片啊 出现了枯黄 不论是生理性的枯黄 还是问题性的枯黄 只要发现它的叶片有枯叶 或者黑叶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修剪掉 防止啊 这些黑叶枯叶呢 影响其他健康的叶片 所以看到有问题叶片 及时修剪就行了 其他的呢 我们不做特殊的要求 好的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铁树的施肥技巧 养铁树要不要施肥呢 答案是需要的 很多花友啊 常年不给它施肥是错的啊 因为花盆内自带的养分呢 只能够供给铁树两三个月的生长 三个月过后 花盆内的营养就消耗殆尽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施肥 怎么施呢 我们分成生长季跟非生长季 两个季节不同的施肥 首先说它的生长季节 生长季节施肥呢 我们就选用两种肥料 一种肥料呢 叫做三元复合肥 富含氮磷钾三种元素 能够全方位的促进铁树的长根 包括它长叶 长球都有用 所以这个肥料是均衡肥料 促生长的 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 它是一种活力素 使用之后可以打破植物的 焦缪状态 促进植物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铁树的根系 更加的茁壮 长得更快 那这两种肥料 我们在生长季节 需要混合来使用 怎么用 给您演示一下啊 生长季节 我们首先使用三元复合肥 每隔20天 咬一勺三元复合肥 撒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 就可以了 20天撒一次就足够了 很简单 撒好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用HB101 准备500毫升左右的清水 打开101 然后呢 在里面滴入两滴 一滴 两滴 就足够了 这是高浓缩肥 用量非常少的 然后呢 搅拌均匀之后 同样每隔20天 给铁树浇灌一次就行了 把这两种肥料 每个20天混合使用一次 那么你的铁树 生长速度和开花效果 都会大大的增强 懂了吗 好 再来说一下非生长季节 就是冬天气温低 它不涨了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施肥呢 我们换一种肥料 换成什么 有机的肥料 就是它 羊粪肥 羊粪 它就是有机肥 为什么冬天换它呢 因为这种肥料 冬天使用非常温和 不仅可以啊 给它增强营养 而且不烧根 不烧苗 能够增强土壤的 有机质含量 让整个土壤啊 疏松透气 不板结 用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冬天 每隔一个月 取适当的羊粪啊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 土壤里就可以了 一个月埋一次 就足够了 然后开春的时候呢 再换回刚才的 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 这么交替 笼换来施肥 那么你的铁树 会长得非常棒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铁树的过冬技巧 那铁树啊 在南方呢 是可以户外露天过冬的 但在北方啊 就要保温 在室内过冬了 北方零下几十度 它是受不了的 会冻死 那冬天第二个技巧呢 就是我们需要 减少铁树的浇水量 因为整个冬天气温低 生长代谢缓拌 它的蓄水量会减少 这个时候 大量浇水啊 容易造成铁树 根系冻伤和腐烂 所以说呢 我们在冬天啊 等它盆土干透 然后少量的给它补水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在冬天啊 还浇水太多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 铁树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